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是Alpha 2023遇见容易 很容易 遇到容易 2023 很容易 遇见容易 2023 很容易 遇到容易 2023 很容易 祝大家2024年 农年龙马精神身体健康 2024年祝大家生活美满又纷纷 幻游世界探人生 祝大家新的一年2024 容易住大屋 祝大家新年住靓屋 日日好心情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龙年大吉 心想事成 祝大家三年龙精富猛 牙齿健健胸胸 生活平平胸胸 祝大家龙年龙马精神 事业精精日上 恭祝大家龙年能够可以 身心慌态 万事如意 一定能够可以 每一样都能够很顺利 祝大家2024 超容易 祝各位2024 超容易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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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 2024 超容易 2024 超容易 ih trabal 比alar flux 因為這個佈置行動有一個名字,叫做HOME-ME 為什麼叫做HOME-ME? HOME-ME的意思就是HOME後面加一個Y 就是想令我們這間屋變成一個家 軟中的部分,即是HOME-ME的部分 其實是會加一些點帳 令到我們每一個客戶的家 變成一個溫馨的家 哦,那就是一個很旺的名字 對,也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其實市面上的地毯有很多種 不過大體就分成兩種 一種是天然,一種是合成 天然的話就有羊毛地毯,面麻地毯和絲綢地毯 我們用的比較多就是羊毛地毯 羊毛地毯的好處就是它的質地相對比較柔軟 還有它有比較好的保暖性 不過它不好的地方就是很容易脫毛 然後也很難去水洗 然後面麻地毯的話 其實也不建議大家用 因為它比較容易變形 絲綢地毯也是因為價格比較貴 又很容易受潮 其實推薦得比較多的就是合成的滴倫地毯 因為滴倫地毯它的性價比相對比較高 而且它比較容易清洗,不容易脫色 也不會容易吸水,也不會容易受潮媒變 但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就是它的手感比較硬 其實它是一棵仿真綠直 它這棵就叫藍花形 考慮到我們很多香港業主朋友 不會經常回來藍花 所以我們就會建議搭配一些仿真綠直 令整個空間更生氣 因為我這個距離看過去 其實它已經幾真了 現在很多的陸籍都會做得比較真 除了藍花形之外 還有其他更大型的營養 還有小盆栽都有 大家可以上網搜一下 其實我們經常用到的一個搭配單品 就是花瓶 因為花瓶有奇形怪狀 很多形狀都有 而且也很適合我們香港業主回來幾天 然後可以用花瓶去點綠一下餐桌 或者是餐邊櫃的一個區域 嗯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麼多花瓶 其實是不是每一種花瓶都適合插花呢 其實不是的 譬如說這些花瓶 比較矮 然後它的口比較大 這些就不是太適合插花 因為如果花插進去 它可能會散 你插花的時候 可能要在裡面加石或者花泥 我覺得比較適合插花的花瓶 就好像是這一種 還有這一種 這些常規的方形花瓶 是比較適合插花的 嗯 即是這麼多花瓶 每換一種花瓶 每換一種花 其實就是換一種不一樣的心情 是啊 所以其實花瓶和花 都是我平時很喜歡 還有很喜歡幫客戶搭配的東西 花瓶 上框 其實我們平時都會放一些 譬如說 還有一些餐點 現在的餐點都做得非常好 是的 還有可能可以再放一些小擺件 對自己有紀念意義的一些旅行的小禮物 都可以放在這裡 紀念品 是的 這就是餐邊櫃的一個介紹 這裡就做一個簡單的搭配 不過我先從大體說一下主人房的一個軟裝搭配 其實主人房的大色塊 除了硬裝決定之外 軟裝就是窗簾和我們自己選擇的床單皮鋪 藏品是可以決定它的色塊的 嗯 那好像飄窗這個經常會用到的位置 我們要麼就可以把它造成 全部是飄窗墊 嗯 要麼就可以做一個護膚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小茶餐 這裡平時可以放一杯茶 看看書 嗯 還有去畫手機 都可以的 因為我們一般都會在這裡預留一個充電的插座 嗯 其實就是方便大家去畫手機 嗯 那我們看看後面那張梳妝桌 那梳妝桌 雖然這邊有什麼搭配的建議呢 梳妝桌的話 我們可以買不同形狀的鏡 不同功能的鏡 也可以在這裡放一個香薰礦香石 香薰照的燈 或者是一些小的擺色等等 還有這裡其實是給女主人梳妝搭扮用的 嗯 然後下面可以買一張梳妝椅 梳妝椅都有很多款式去選擇 嗯 然後這邊有個位置 其實可以放一盞小小的落地燈也可以 嗯 可以推進它也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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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首先换了这个小边机 這個邊機還有少少紅色元素,加上它的座位是石 所以會覺得有簡約,又有設計感 這個邊機其實很有趣,但它有什麼價錢呢? 其實幾百元就可以有設計感的邊機 性價比也挺高 這幅畫也是我們新增的 這幅畫是有紅色和紅色元素是雙膚型 而且想介紹這幅畫,其實是藝術手作畫 藝術手作畫? 它不是宴貨,是拿單後自己去做 你可以摸一下它的質感,就和板印的畫是不一樣的 好像比其他畫更有藝術感 因為我們這個業主是比較藝術的人 所以我就選了這幅畫 我看到後面的這幅畫也是換了 是,也是呼應我們這次業主回來的一個畫題是要生活 所以我們是想換一些不要那麼冷清的顏色 換一些比較熱烈的顏色 譬如橙色、黃色等,放入這個空間 會比較有生氣 其實剛剛也提到,想加多一點新年的氣色 為何這束花不直接用大紅大紫的顏色呢? 其實因為從這個裝修的階段,我們也非常熟悉業主 也知道它的性格 其實它的性格不是很喜歡用鮮艷顏色的 鮮艷紅色的一個性格 所以我們就是想用紅色的同時,都會比較黑制 不要用得太過鮮艷的顏色,令到它不舒服 所以就選了這個橙橙的花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個小的擺設給大家看 如果我這個杯子沒有這個托盤的情況下 我這樣放,是會覺得凌亂的 哪怕它這個杯子和茶葉罐很漂亮也好 都沒有特意顯出它們的美麗 我覺得譬如我們加一個托盤 為何我們經常都會用到托盤這個單品呢? 因為托盤是可以襯托這套杯的美麗 我覺得收納不是說你要將東西全部收在一起 它是有規律地去沉裂起來 用一些適當的收納用品去沉裂它 都會變得很漂亮 原來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都比較會推薦這些大色塊的 一些手畫的油畫 它其實是直接手畫 也都是我單之後才做的 用這個顏色作為我們這個空間吸精的部分 然後再去找其他一些小的單品去搭配它的顏色 譬如你看到這些餐墊和綠色都相呼應 包括是這一棵植物 你記不記得之前是什麼? 是一棵紫紅色的馬蹄列 沒錯,所以我們現在就呼應整個氛圍 就換了一棵綠色的植物 如果以後要換畫或者換這些餐墊都可以做這個搭配 加進了一些橙色的元素 包括我們的鋪筍 我們就重新換了它 是 包括這個小的尖子 我們都換了它 為什麼會加這條尖子 其實都是考慮現在的一個天氣 現在是冬天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電視的時候 想拿一條尖子蓋一下腳 那我就選了一個橙色的一個元素 而且你可以摸到它的質感 很舒服 很柔軟 我們經常都在樣板間 可能看到一些小的尖子 但是它可能它的質感就是偏薄 就是不實用 就是做擺飾用 就是好看 但我們的原則就是 希望是又實用又好看 這個也是我們增加的 包括這個鋪筍也是 這個化妝區域 我們有一個化妝掃 唇膏 幫它買了一個唇膏的收納架 還有就是這個工具的小塘盤 同樣如果這些工具 你把它全部撐開放 其實是非常之凌亂的 如果有一個容器 可以把它收起來 這個空間 包括這個桌面 就會非常之整齊 來到這邊其實 也是做了一個很簡單的分類 這邊就是放一些未用過的 一些囤貨之類的 就是未擦包裝的東西 這邊其實是以一個霜霜為主 它有手霜和身體霜 都有 幫它的物品已經做了一個分類 對 做了一個簡單的分類 這裏其實是後期它自己去增加的東西 我們都有幫它買了兩個小物品 這兩個物品是可以給業主做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很漂亮 這個其實就是用來掛一些手飾的 這個同樣都是掛手飾的 掛放手飾的東西 在每交付一個單位的時候 我們整個團隊都非常之有信心 它一定是很漂亮的 但是怎麼可以令它一直漂亮下去呢 也是我們HOMEY的一個理念 每個小物品都放入 我們是用來掛造的水 還是用來掛导 现在这个空间梳化背景后面没有改大门的颜色 所以为了搭配大门的颜色和业主的性格 因为是偏沉稳的业主 所以我选了一些偏少少中色元素的颜色 例如这个木的扶手搭配这套沙发 有点适合起身 你可以看到它的扶手搭配扶手的颜色 除了这个扶手之外 你们可以从这边看到那盏钓鱼灯 这盏灯很有趣 其实它的扶手的纹理很特别 你看看我们的沙发的坐包是面麻质地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钓鱼灯上面 其实都是有一些面麻质地的感觉 其实就是颜色的每一个位置的对应 你看看有一套有一个钓鱼灯和没有钓鱼灯 它整个方位感是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这一套茶几 这一套茶几 茶几有点不同 它怎样不同呢 其实这个茶几的面是硬板面 硬板面上面这个金属托盘上面是皮隔 哦 哦 这个是连在一起的 是啊 它是可以有一个柱物在里面的 哦 有一个柱物在这里 哇 这个很特别 对啊 那方便便用 哈哈哈 很心满法的东西可以放在这里 是的 然后呢 其实它是有一个矮机和高机的组合 哦 它的高机就是和这个面是搭配的 嗯嗯嗯嗯 然后高机平时如果我们不常用的时候 也可以放在沙发旁 哦就当是装饰那么好看 就当是边机 或者是可以推到去这个地方 可以推到这里 哦 做一个少许的饮茶 放茶杯都可以的 嗯嗯 都方便的 对 然后这两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到Hommie Plus階段 为客户去添置的这两个小物件 这个我看了很久了 这个是什么来的 很特别 像石头 这个呢 其实叫做抗香石 抗香石 它就是有一个蒸油 嗯 然后就有一个石 然后你可以点那些味道进去 就是令整个空间除了有不同的颜色之外 还有不同的味 嗯 就是不同的香味其实是令人会更加舒服 开心舒服 是的 它有不同的味可以选的 嗯 我选的是一个木质香的香味 嗯 避起香薰要安全 是的 这个好很多 而且你用完之后呢 其实你可以单独买不同的味道的蒸油 而且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个小种牌子 然后你看这个纸巾盒也是很特别的 它是有少少边藤 嗯嗯 然后它这个橙色呢 我觉得是整个茶几上面点缀的一个颜色 对 撞一点点 然后它的材质也是皮质 嗯 可以看一下 很漂亮的 嗯 嗯 你们可以看到一个插座 是 我们在做这个插座的时候 就考虑到这个电位的问题 嗯 所以我在订这个洞洞板的时候呢 我是对回这个插座的尺寸 哦 来去订的 所以这个洞洞板其实是定制的 是定制的 它不是整块买回来成品的 是啊 是啊 而且洞洞板是有不同的颜色的 有白色 有绿色 十几二十种颜色 那为什么选绿色呢 选绿色呢 其实就是对应我们这个平面上面的窗帘 哦 窗帘是绿色的 是对应这个窗帘的 所以其实就是 有一个颜色的感觉 是的 这面就令到整个空间 就不是说只是白长 嗯 就是有一些颜色的感觉 嗯嗯 会舒服一点 Homey是我们整个行动代码 行动代码 Homey是有几部的 第一部就是床浴 床架 梳化 这些大件的傢俱 第二的阶段呢 其实就是床头柜 嗯 床头柜 餐凳 茶几这些小件的傢俱 嗯 第三部呢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 一些茶杯 托盘 花瓶等等 一些 一些分围小物件 一些摆设 嗯 嗯 那叶主一定很开心 看到她 我也很期待她的反应 是的